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和大家去一个出名看日落的地方,白泥 会和大家一起去白泥两个较出名看日落的景点 途中会有些风景优美的影响打卡位 航拍机会带我们,用另一个角度 从高空抚陷白泥这个美丽的地方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啦! MING PAGE 首先看看地图 我们可以去到元朗太峰街乘搭33号小巴 来到夏白泥的总站 之后会经过郑姓祭士多 旁边有个小路,可以去到第一个观赏日落的地方 而第二个观赏日落的好地方 就是白泥的鸭仔坑士多 这里可以看到大海和一大片红树林 我们可以搭到村巴33号 来到夏白泥的总站 这里有士多,也有洗手间 我们可以经过郑姓祭士多 旁边有个小径前进 一直靠左手边 途中也会见到黑草羊 我曾经也都见过有牧羊人 放黑草羊在附近吃草的情景 离开了羊圈之后就继续向前走 第一个会见到夏白泥55号碉堡 这座碉堡建于1910年 曾经是村中山先生革命的基地 在2011年就列为法定估计 由于疫情关系 现在这个估计暂时封闭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 另外有一个背景 拍照打卡都很漂亮 我们向碉堡的左边 沿途菜田走 而右边是一个鱼堂 走起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充满了香土的气息 来到这个路口 继续向左边走 很快会经过另一条小路 你会见到一些铁桥 你会发觉头那两条铁桥的门口都关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 而右边是一个佛堂 可以在这个地方走到河的旁边 夕阳的时间 刚刚有些阳光照射到这条小河上面 风景很优美 在庙的旁边有一个去水的小河 其实这个风景也挺漂亮的 在等夕阳的时间 我都在这里装一下B 拍照打卡 离开了小河之后 就继续向前走 会经过铁闸 穿过铁闸之后 这里就是一个观赏夕阳的景点 前面一片大海 这里是香港其中一个最边缘的位置 鹹蛋旺就在我们的左边 由于这里来小巴总站近 又没有任何遮挡 所以都比较多人选择在这里看夕阳 其实这个位置都可以看到日落 这个风景也挺漂亮 不过这里就多堤坝的石头 如果我们去鸭仔坑那边 就会看得舒服点 而且那边有些红树林的风景 会更漂亮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由于看夕阳的时间非常有限 要把握一分一秒 为了能够介绍两个看夕阳的景点 我特别邀请了朋友车上去第二个景点 鸭仔坑士多 其实这条白泥看日落的影片 我已经来了三次 第一次因为天气问题 天色阴沉没有阳光 就拍不到夕阳的画面 今天因为天气关系 所以就没有这个日落看到 这个位置就是在日落最适合的位置 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来这里 拍一些漂亮一点的日落片 而第二次就因为太冷 而且来的时间太迟了 也会看到一些黑草羊 挺有趣的 但今天你们很冷 他们不怕冷 我很怕冷 稍微冻到僵了 所以也拍不到 而今次已经是第三次来到白泥 拍日落景色 今天天气很好 看到夕阳之余 风势亦不大 可以安全地放到航拍机 大约10分钟的车程 就会来到鸭仔坑士多 如果你是开车来这里的话 这里拍车费是30元 可以拍速全日 市多大部分的摊位 都因为疫情而关闭了 反而引起我兴趣 是放在门口这两条巨型的金丝栏木 金丝栏有一个别名 叫做皇帝木 顾名思义 是以前皇帝只可用的木材 直到今时今日 仍然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木材 由于不是这条片的重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各自上网找一找 金丝栏木的背景资料 虽然这里的其他摊位都关了 但是小食店仍然开放 我就点了公司三文字 售价就是45元 味道和一般茶餐厅就差不多 而第二个适合看日落的地方 就是这个鸭仔坑士多 它旁边有一条小径 就可以直接进去 它外面可以观赏日落最适合的地方 百来的日落时间 都会因季节不同而有所不同 建议先去天文台的网站 了解日落时间 再来到这里 从小径大概走两分钟 就会来到这里 景致开药 可以看到后海湾的地方 这里是影日落和天空之镜的热门地点 而这里也可以见到一大片的红树林 还可以见到焦潮蟹等生物 但我发觉最佳看日落的位置不是这里 而是我们刚刚来的小径的左手边 有一条铁桥会通向另一边 过了铁桥之后 这一边的人群就会比较少 也有红树林景 而且更接近夕阳的正方向 一见到这个咸蛋望 我就忍不住直奔过去 航拍机飞过豪排上面 可以看到水波纹里 风景漂亮之余 画面又震撼 用另一个角度去欣赏百泥的夕阳美泰 我迎了大家细心欣赏以下的航拍片段 空中心欣赏百泥的夕阳美泰 我迎来的第一次 寻找到这个孔面 我迎来的图片 我迎来的一支 我迎来的一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无分 日落其实真的很美,不过时间很短 我们要掌握它的一分一秒 等好天气,来到时间又要刚好 现在就准备出来坐车了 如果由鸭仔坑士多离开的话 门口会有小巴站 会经过天水围西铁站 或者回到元朗市中心 但临走之前就看一看大家 如果来到白泥看日落 千万不要穿漂亮波鞋 因为你会发现 当你清酒湿泥的时候 一定会令你情绪崩溃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给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